今天幸福旅行 丹燕园又带大家来到北京 那北京除了吃啊 烤鸭很有名之外 我们也常常听到说 北京有很多的胡同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这个胡同里面 那胡同给我感觉呢 就很像我们小的时候 眷村的那种感觉 对 那其实很多观众 可能不知道 胡同到底什么意思 那胡同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的一些巷弄的感觉 那其实胡同呢 它大概只有六步宽的一个尺寸 那像小街呢 大概是十二步 然后大街二十四步 那以前的城镇呢 就是利用这些小街啊 胡同大街啊 去组成它的一个街道系统 是 那所以今天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边呢 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它隐身在这个胡同的巷弄之间 等一下 妳的意思说隐身 是不太容易发现的意思吗 对 有可能 我们不小心就会错过它了 所以我们现在走很久 是该不会已经错过了吧 怎么这么久啊 应该就到了 就在这边吗 是 天哪 外面太隐秘了吧 对 非常的隐秘 对 赶快进去 不要晒太阳 人都黑了 是这样 按这个吗 其实啊 移进来的感觉 真的是还蛮清幽的耶 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 其实中国庭园造景啊 是非常有名的 那其实我们走进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它有柳暗花明 又一层的感觉 它有点迂回 对 就像我们后方 对 其实有时候走进去 就两步路 可是你就是要转个弯 对 让你看到另外的风景 对 其实这样子也是比较有隐私 对 那我们发现说 其实在我们右手边 这栋建筑物 是它一个新的建筑 那它这个建筑物呢 它提供了它的服务设施 然后它早餐的部分 它在二楼呢 它有一个小花园 那晚上其实可以在这个小花园啊 乘凉啊 然后聊聊天 也蛮轻松的 对 而且从这个小花园往下看 可以看到它的屋檐跟绿树 其实还蛮有意境的耶 在这边 没错 它这个空间啊 虽然说它中间这个是 新的一个建筑物 但是其实环绕它这周围的房间啊 其实都是原始的一个旧建筑物 那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它这边用的一些元素呢 像这个灰砖啊 这些灰砖呢 虽然是一个新的建筑物 但是它呈现的手法 其实蛮古朴的 对 然后这整体灰砖 加上它这个灰色的屋檐 那看起来就很有中国式的味道 对啊 你说的没错 就像你看这个阳光 撒在这叶子上 然后叶子的影子呢 倒映在这个小灰墙上面 我觉得特别有feu啊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家民宿的一个公共空间 那这边就是柜台 平常check in check out的地方 其实虽然小规小 但是呢 什么东西都有耶 对 没错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景观雨池 雨池 对 因为其实 这个设计规划者呢 它本身是一个建筑师 对 所以它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呢 这样一个润落 它有九个房间 所以它也养了九条景理 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发现 它其实在这个 座位区后面啊 一样是灰色的墙面 其实是跟外面啊 建筑物啊 整个做一个融合的 还有我发现这边 它很多的玻璃 是可以穿透的 对 所以就是我们坐在里面 其实可以透过这个窗户啊 看到这个窗景啊 然后绿意盎然的一个景象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它的房间 它的房间其实 配置得蛮有趣的 它是用中国的这个概念啊 东西南北来区分 那像它东边呢 有一个房间 然后西边呢 有两个房间 然后南北呢 各有三个房间 那房间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一进去房间啊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它是一个 古老的一个建筑物 那它是古老的 木构架都还保留 所以我们看到它里面的空间 其实非常的高挑 然后看到斜的屋顶 然后露出它那个 旧的这个木构架的一个结构出来 而且一进去闻 是不是有很浓的木头的味道 对 因为它里面的家具啊 可是它的床主啊 床头柜啊 甚至它的衣柜 这些沙发座椅 其实都是用木质的材质 去定做的 所以一进去你会觉得 非常的舒服 然后放松 进到它的卫浴空间啊 它里面也是灰色调的 然后但是它的 像它的洗脸台啊 包括它的镜框啊 都是木质去定做的 可是我还发现 因为这边的房子 都是很大面积的窗户嘛 那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房间里面看外面 其实跟外面是有 互相融合的感觉 对 你会发现 因为它透过大面的窗户 然后会把窗外的一些景观啊 绿意啊 延伸进来 那包括说其实它的窗户啊 它是木质的 它这个房间窗户 其实也是它的一些旧物件 那窗户上呢 你会发现说 它其实有中国的一些 灵格图案在上面 是 其实啊 我们来到这个普通里面 这个民宿啊 你要发现其实 它的庭园啊 非常有中国的意境 那我们透过很多长条形的小窗啊 或者是转个弯啊 它就有这种借景造景的气氛 对 有暗花名又一尊的感觉 而且第一次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大家在那边狂拍照 而且很奇怪 怎么拍怎么美 而且皮肤变得超好的 对 其实北京的胡同非常多 他们有一句礼语说啊 著名的胡同三千六 没名的胡同赛牛毛 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说 数得出名号的 胡同就有三千六百多个 但是可能不知名的 它就非常多像牛毛一样 这么多啊 对 其实啊 刚才这个民宿的负责人有说 因为整体这边只有九个房间嘛 那所以很多外国人 他们真的很喜欢这边 早在两三个月前就开始预定了 你看这里有多受欢迎 如果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也喜欢这种保留 旧有文化的这种民宿呢 所以下次呢 来北京旅游的时候 不妨可以来这边看看哦